女孩刚满18岁就来当按摩女 模仿同事技巧给客人按摩 力度够不够啊 同事中途离开去取按摩油 却用不遮挡了门口 女孩对此感到好奇 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下一刻她恍然大悟 那是90年代的澳门 当时的桑拿房比赌场还要多 无依无靠的女人们为了生活选择在那里工作 而人们称呼她们为骨妹 失失从小生活在孤儿院 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找工作 看到按摩店在招聘 于是走了进去 我想做按摩 你知道按摩是什么吗 知道 按摩不是看长相的 是看技术的 我会很用心去学的 80块一天 上完课就考试 师姐说技术好才正式聘请 正式上班后才有薪水 考虑到之前多次找工作碰壁 试试当即答应了 她迅速换上工作服 和一群女人一起来到培训室听课 然而教技术的师傅态度极其敷衍 只是简单掩饰了一次就匆匆离开 显然行业内竞争激烈 谁都不想暴露自己的技巧 试试只能找到一个无人的房间 对着人偶勤奋练习 这时 一位师姐经过 出于好心指点了她一些技巧 试试想要说声谢谢 却抬头发现师姐已不见踪影 为了学到更多正确的按摩手法 试试偷偷溜到服务区暗中观察 恰好在第一个房间工作的人 正是刚才指导她的师姐 想同事啊 是啊 师姐毫不在意地回到房间 还特意留了个门缝让师师观看 这样师姐成为了师师真正的老师 考核那天 考官正好是师姐的好友 两人通力合作 让师师顺利通过了考验 成功被经理留下来 终于可以正式上班挣钱了 也因此对师姐充满了好感 学号码牌了吗 还没有 你们是什么号码 我是吧 那我跟你选19吧 此话一出 没想到几个同事听后都露出震惊的表情 还提醒师师做好心理准备 仿佛在暗示师姐工作能力极高 和她一块定会被比下去 很快 师师迎来了第一位客人 内心既激动又害怕 她学着师姐的样子装作从容 但当客人对她出手时 她却慌得不行 幸好有师姐帮她遮风挡雨 师师对此感激不尽 接下来的日子里 得益于师姐的帮助和悉心传授的知识 师师在按摩店里一切顺利 并掌握了许多按摩技巧 以及哄客人加餐的话术 从而赚取了不少小费 两人的情意也越发深厚 然而按摩店的生活并不总是平静的 他们经常因争夺客人而发生争执 但师师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是因为师姐总是悄悄让步 得知师师被房东赶出门 她甚至特地邀请师师来家里免费居住 为了感谢师姐的照顾 师师整理了家里凌乱的环境 并每天为她准备营养早餐 时间久了 师师发现师姐即使在休息时间 也总是外出很晚回来 每次见的也不是同一个男人 渐渐的 师姐开始越来越少出门 似乎更喜欢与师师共度时光 白天他们一起骑车出去兜风 顺便享受美味的蛋糕 晚上则一起看剧 抒发内心的情感 在师师生日那天 她坦白自己想要开一家蛋糕店 谁知师姐竟然一直牢记在心 过完生日后 他们躺在长椅下写下了愿望 希望和师师感情长长久久 希望和林林永远在一起 可美好而舒适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师姐的父母血信又向她要钱 钱钱钱 张嘴闭嘴只会要钱 有没有关心过我 师姐独自一人辛苦赚钱养家 到头来只是个提款机 如果不是她有挣钱的能力 可能父母早就断了联系 但这并不是师姐最心痛的事情 一天 师姐感到身体不适 检查后才发现自己怀孕了 但她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更何况谷妹不能怀孕 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工作 她决定去医院做手术 女人正在脱光身上的衣服 闺蜜突然闯入把她拉走 你发神经啊 都才很伤身体的 生吧 怎么生 生了怎么养了 我跟你一起养啊 从那一刻起 师师似乎不再需要师姐的庇护 反而成为了保护她的人 师师在按摩店经理面前打掩护 帮师姐暂时保住了工作 看着师姐的肚子越来越大 师师让她在家卧床休息 还为她全身按摩 两人讨论孩子的名字时 师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呢 做人开心比较重要 女儿就叫欣欣 儿子呢 就叫 乐乐 他们一起去医院做产检 却得知了不幸的消息 师姐的腹中是个男孩 但很有可能患上唐氏综合征 情急之下 他们决定长途跋涉去寺庙祈求保佑 只要我张玲玲的宝宝 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出生 我张玲玲愿意短十年八年的命 短多少年都可以 师师也在心里默默祈祷 愿意用自己的寿命来换取母子平安 幸运的是 孩子出生后的确很健康 可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 两人需要轮班喂奶换尿布 还有洗衣服 奶粉钱又是一笔不小的花销 为了勉强维持基本生活 他们必须加倍努力挣钱 晚上 他们三人同床共勉 就像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外界开始传出一些非议 虽然师姐无所畏惧 但师师却开始退缩 在澳门还未回归之前 街上强盗肆意抢劫 导致许多商铺关闭 按摩女工的生计也受到影响 正当他们急需用钱时 师师遇到了一个震惊的男客人 男人对他一见钟情 迅速展开热烈的追求 师师对此感到困惑 因为他对男人没有兴趣 就在这时 孩子突然摔倒在地 头部不小心磕伤 两人赶忙上前查看 就在他们不知所措时 男人迅速赶来 及时帮孩子消肿处理伤口 也因为此事 师姐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 他觉得男人可靠 值得师师托付 或许师师也对他有所改观 不仅把男人送的花保存起来 还打电话邀请男人吃饭 师姐不仅调侃他上心了 但师师解释到 这只是想表达感谢 之后两人吃饭时 男人表示自己的签证即将过期 不得不回台湾 就在下一刻 他竟向师师求婚了 按摩女被萍水相逢的海狗求婚 直接吓得落荒而逃 忍不住找好闺蜜吐槽 认识20个小时 就说要娶我回台湾啊 闺蜜苦笑着劝师师答应 但师师却直接拒绝了 闺蜜坦言 他想师师能有个好归宿 不能被自己和孩子拖累 为了逼师师离开 他想出了一系列计策 首先他找了一个富豪男友 极其冷落师师 然后在人潮汹涌的街道弃他而去 并告诉他准备把儿子送回大陆 为什么要送乐乐回大陆啊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闺蜜说自己才是孩子的母亲 送往哪里是他的权利 如果可以选择 他宁愿没有生下这个孩子 也不会过上如今的凄惨生活 他让师师不要耽误自己嫁给富豪 闺蜜说出今后不必再见这番伤人的话 师师当真了 以后你的事跟我无关 两人吵得不欢而散 从此断了联系 师师伤心的泪流满面 找到了热烈追求他的男人 答应和他一起回台湾 十几年后 师师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寻人启事 闺蜜因病去世 急切寻找师师 于是他立刻拨打联系电话 并迅速回到澳门与发布人会面 这人是保险公司的员工 原来闺蜜以前买了份保险 保险金的受益人写的是师师的名字 这样一旦闺蜜发生意外 师师就能得到保险金照顾好孩子 师师想了解自己走后闺蜜的生活情况 他找到了多年前的几位好友 才勉强知道了过去发生的事情 原来闺蜜并没有将乐乐送回大陆 他的决情说法只是为了逼走师师 他不仅没有和男友走到最后 还为师师开了一家蛋糕店 多年来独自艰辛地抚养孩子 师师得知了所有真相痛不欲生 其实自己离开澳门后 整日戒酒消愁 过得并不开心 即使老公对他恩爱有加 他来到当初写下愿望的长椅 才发现闺蜜早已改了愿望 将希望和师师一起变老化掉 改成了希望师师永远幸福 回顾过去 闺蜜一直为师师着想 宁愿苦了自己 也要为他留下后路 性格稍显懦弱的师师 错误在于太过相信闺蜜 并低估了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 最后 他把全部的保险金交给乐乐 让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而自己则接手了闺蜜的蛋糕店 和老公离婚 余生带着对师姐的思念度过 师师并不知道的是 当他因为害怕世俗眼光而退缩时 闺蜜流露出了落寞的神情 当他沉入熟睡时 师姐给予了温柔的亲吻 他最终决定离开澳门时 闺蜜留下了无尽的泪水 尽管这些诗诗都不知道 但他依然选择用一生去怀念 这是最真挚 而又无法割舍 不为人所知的情感 这些认诗都不知道